超越南美境界SDTL能量方塊突藥 健康從細胞開始 開始這半個小時 直播室裡坐了很多嘉賓 先介紹我的拍檔 這位是SDTL的執行董事 Juliana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當然也有你的研究部 研究部的負責人 黃紹德博士 大家好 當然每次我們都希望 有些朋友來分享 他們用完你們的產品之後 有什麼好 或者覺得不足夠的地方 我經常跟他們說 你不需要吹噓那件事 所以你真心覺得 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讓聽眾自己去分辨 是否適合自己用 這才是我們節目的目的 Juliana 我們不覺不覺 在節目裡經常都說 我們都知道 在香港醫療的制度下 通常我們說 有什麼病 看醫生 無論是看醫生也好 或是看中醫也好 都是比較兩條腿 方間也有些自然療法 另外也有很多不同的物理治療 但我經常都說 很多人花很多錢 在一些 譬如說 一些健康補充品 所以你看到一些個人護理用品 怎樣 他們說維他命 已經不知道多長 那條欄目 可能放幾個季 還是放維他命 對 或者有些保健的產品 我知道有些 我們所謂的健康產品 其實他不是吃漏口 那些是茶 有些是噴的 所以在我們的節目裡 都會介紹幾多 有關這些 茶和噴的健康補充品 是的 今天你介紹這位朋友 其實也是你的朋友 後來就成為了你的客 所以你介紹給別人認識的時候 你是會介紹 他是你的客 還是你的朋友 其實我會介紹他 是我的朋友 為什麼呢 我們相識的時候 是在晚宴裡面 因為剛巧我聽到他的聲音 就像我今天這樣 有點噴的 那我就覺得 有些不舒服 或者我們會幫到手 那麼快就這樣 可能是我的職業病 職業病 或者眼睛又不舒服 我的職業病就出來 聽到他這樣說話 好像有點噴的 那我就 可能可以幫到手 加上就在晚宴裡面 我知道他說話很辛苦 所以就介紹給他試 其實我聽到他後來反映 其實他小朋友 小子女女 更多於他 因為通常做父母 可能覺得 都可以 原來他買回來 本來打算是給自己用 後來看到兒子女有這些問題 你用 都是你用 我知道你在晚宴上認識他 其實他也是有關正品證貨的行業 都是跟品牌有關 先介紹一下 這位是Joanna Joanna你好 你好 所以剛才我都問Joanna 究竟你是她的客人 還是她的朋友 要給你 你覺得你是她的客人 還是朋友 我想我們現在變了朋友 OK Joanna 我想問一下你 她剛才說的 她看到你那天不太舒服 她在說幾年前的事 其實應該在說11月左右 上年11月 即是還沒說一年 還沒說一年 還沒說一年 當時你是有什麼不舒服 為何她的職業病又發作 其實那天我有些感冒 還沒康復 有一些喉嚨痛 所以跟Joanna去聊天的時候 她就跟我說 Joanna你好像有鼻孔孔 其實她那天就放了一個小小的mini booth 即是當時在晚宴上 會有些攤位 對 然後我就經過她的攤位 因為我很喜歡買東西 雖然是一個晚宴的場合 但我也很喜歡買東西 都在工作 對 我都在看有什麼好看的 然後就看到 一些東西很有趣 一枝枝噴噴東西 又夠簡 然後我就說 咦 什麼來的 就想聽她的介紹 對 然後我跟她說了幾句 她就說 咦 你好像有鼻孔孔 我說是 然後她就說 那不如這樣吧 你試一下噴吧 那你就噴了一個噴鼻 沒錯 因為這個噴鼻 我們在這個節目也有介紹過 這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那個是鼻書靈 鼻書靈 主要是噴鼻 有什麼不舒服就噴的 主要就是呼吸道 還有鼻敏感方面的問題 香港很多人有鼻敏感 很多 很多時候鼻敏感會令鼻水倒流 喉嚨乾 有時候眼有痕 都會有幫助 OK 那天你噴完之後 她給你 你走過來 你走過來 還是怎樣 其實我已經站在一個 booth 跟她聊天 她就說 不如這樣 你試一下吧 當她噴完之後 我會覺得 是舒服了 立即感覺是舒服的 其實都快 我想是幾秒鐘 就已經覺得 沒那麼膩 其實你知道鼻塞 因為沒那麼膩 你覺得人通了 你就會覺得好一點 其實再隔多 大概一分鐘左右 就開始有很多鼻涕 噢 然後我都滲到我 說不好意思 噴完之後 一分鐘就有很多鼻涕 對 然後就像是把我的痰 和鼻涕 滲出來 是 這麼有趣的 這個效果 是否遇見的 這個情況 是 因為每一個人都不同 每一個人都不同 有些 如果本身 很多時候 有些 好像鼻水比較流動性 清一點的鼻水 會止得快 但如果真的很多時候 積了久的話 那些痰 或者鼻涕 真的會退出來 我問博士先登 你現在出場了 早點出場 因為我第一次聽 噴完之後 一分鐘後 他覺得鼻水多了很多 這是什麼反應 其實他是一個深層排毒的功效 他會將 這麼快 一分鐘 會不會有點誇張 其實也是引人而而 可能他的身體 可以很快得到排毒的功效 那那個是透過什麼 去做到這個反應 因為我知道 噴鼻那個 你那時候有說過 是有乳香的成分 是的 那個乳香是取物 我之前也有說過 其實研究也有發現 他會對呼吸道裡面的細胞 他的修復作用 和排毒的作用 都是有一個很強烈的功效 你這是做了一個 什麼時候做的一個研究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做的 這個我們是找到外面的 研究報告去得出這個結果 即是外面有人做過 有乳香的診物 是的 我們也是看到這些研究結果 所以就選取了這個成分 去做我們這個鼻噴霧的主要成分 是 我想問一下Joanna 因為我講的是去年的11月 雖然現在還沒有一年 現在你還有沒有用這個品牌 其實是很常用的 整天都會用一下 整天都會用的 因為其實除了我自己會用之外 現在主力用的人 是我兩個小朋友 好 待會回來你們介紹一下 但是我們也要先提一些聽眾 因為我經常都說 我們介紹一些產品也好 或者一個概念上面 如何透過一些比較天然的物質 去改善我們身體 某些不舒服的狀態 當然每個人的反應都有些不同 但起碼我們認識多些 都不是一件壞事 是的 如果你說你也有鼻敏感 或者我們經常都會說濕疹 甚至處理一些色斑 皮膚的比較能夠做過收細毛孔等等 或者你有眼敏感的問題 通常有敏感的看質 什麼都有敏感 如果你有這個情況 想問一下 不知道你的產品有什麼適合它 不妨可以打我們電話熱線 1834204 1834204 打通登記了會送什麼給大家 這次都是皮膚分析 OK 都是皮膚分析給大家 知道你的皮膚的狀態 三角保護網狀問是否齊整 今天電話號碼是1834204 今天在這半小時內 打到來都會安排你去照顧皮膚 明天Joyana 你會說兩個小孩會多些 特別是說兒子多些 沒錯 這個兒子是不是有敏感體質 沒錯 有什麼敏感體質 主力是鼻敏感 但皮膚也比較容易有癌症 有些人比較容易敏感 沒錯 他通常現在多久會噴一次 他會噴什麼 其實他會噴鼻 然後除了噴鼻之外 我們還會活力噴毛 還有一個 他幾歲 他現在六歲半 你幫他噴他會不會不喜歡 所以你噴在皮膚上面 濕濕的會不會令他不喜歡 因為其實我為了跟他改善鼻敏感 我做了很多事 市面上一些癌炎燈 或者其實去替他洗鼻 我之前是不會一天都替他洗鼻 因為他在兩歲多的時候 有鼻敏感的問題 其實我是找了一個專科鼻敏感醫生 他說沒有了 你不要替他吃藥 但你替他洗鼻 洗鼻是最適合的 我用了一些最天然的類似鹽水洗鼻 就替他洗 但始終洗鼻是要噴在鼻上 不是最舒服的東西 但是有改善 其實他已經好了很多 但是認識了Juliana之後 我自己試了之後 因為這隻鼻噴噴是噴在耳翼那邊 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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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翼的兩旁 鼻翼的兩旁 噴在喉嚨 總共對他的影響比較小 即不是打開喉嚨噴的 而是喉嚨的部分 那個位置的皮膚上面 沒錯 他覺得舒服嗎 他其實最初都會覺得 咦那麼多水 那之後慢慢他就真的不舒服 直接會追著噴 這簡直是一些廣告的客戶說話 先說一些真的廣告客戶說話 回來休息 就是休息一下 回來再聊 熱線電話1834204 我的事務所 主持劉遠芬 每個禮拜我們都會講一些天然的健康產品 希望我們的聽眾群 可以知道更多處理健康的時候 有什麼方法 這是一個很自由的 你覺得對的就更多聽 你認為我不用這些 那完全是不會有任何的壓迫力 希望大家會更多明白 不是只要看醫生 看醫生又看醫生 那當然呢 在這裏繼續有 SDTR的兩位朋友 一位就是我拍檔 就是執行董事Juliana 另一位就是他們研究部的主管 就是Dr.王 王博士 也有今晚我們的嘉賓 就是Joanna Joanna 剛才也說了 就是說他的兒子 本來是被自己噴的 他是想著 他鼻子不太舒服 但回去 我兒子 通常都是一些遺傳的 我覺得都是 就是體質這件事 都是一些遺傳 自己有 自己的孩子 通常都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他發覺 原來我噴完之後 他都很舒服 他又被兒子噴一下 當然我想提一下聽眾 未聽Joanna繼續說之前 如果大家對於我們講的 一些天然健康產品有興趣 甚至乎對於你現在 經常都會因為鼻敏感、濕疹 或是皮膚黏緊 或是色斑、毛孔等等的問題 想看看有什麼方法 可以用這些天然健康的產品 去處理的話 可以打開電話熱線 1834204 1834204 今晚打通 Juliana 你們會送皮膚測試給他 對皮膚測試 有專人會在節目完結後 會聯絡他們 是呀會 大家不要心急 一定會有人聯絡大家 對嗎? 怎樣? 1834204 先跟Joanna聊完 剛才你說的 你兒子會追著用 小孩子很少會這樣 對嗎? 因為他知道媽媽 經常跟他試一些新的東西 他習慣了 所以之前跟他做洗鼻的動作 因為其實由鼻去經過喉嚨 其實是不舒服的 自此我認識Juliana之後 用了這隻鼻噴噴 跟他在鼻噴了之後 他就覺得 他說媽媽這隻好 不用噴進去 這隻OK 然後再加上 他一開始有少少不舒服 我就跟他去試 他自己都知道 會令到他沒那麼容易病 其實沒有 因為你鼻敏感 很容易鼻水倒流 之後就有上呼吸道的問題 要不是喉嚨痛 要不是咳嚨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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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總是有些東西 其實是否說這件事 是先丹完全不會餅 一定不會是 但是是否可以有一個減低的作用 我覺得是完全能夠滿足 即11個月內 你覺得他用得是不錯 十分之好 十分之好 就是因為他用得這麼好 我都很夠膽 其實介紹了我身邊 無數的朋友去用 因為其實香港元朗 都很多人有鼻敏感 很多很多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在聊的時候 你都說 你的兒子有另一件事 其實我也有 就是我有讀寫障礙 是嗎 是呀 很想之後再跟你聊 但是我小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這些 所謂讀不讀寫障礙 就是當然讀書 就是不行 後來我司法完 我自己有讀寫障礙 所以現在我一聽到 人有SEN這個問題 我就特別會比較關心 會想聽多些 不知道他會怎樣 你的兒子也是有這方面 沒錯 其實最初是因為我兒子 我每一晚都會跟他讀故事 其實你基本上讀短短的故事 其實有些字是重複的 T、She、The 那些重複 但他都好像記不到 我最初就想 可能他不太專心 還有他個人 除了他的鼻很敏感 皮膚很敏感 他人也很敏感 他之前小時候試過 是因為學校幼稚園 講關於一個消防局的故事 消防是會死人之後 即是有火災會死人之後 他是害怕到 看到消防車都不敢進去 但是他很喜歡車 所以我自此之後 就跟他 我自己去了讀一些 類似藝術治療 遊戲治療的課程 看看怎樣去教他 之後他上了小學一年級 其實K3開始 老師都有懷疑 因為他的左腰 他的字經常流不滑 或者其實有一點鏡子 但是我們鏡子的意思就是 左邊轉 D就變成B B就變成Q 最初就認為他左腰比較容易 因為老師是用右手去教 可能他未去教 但是到了小學之後 第三天 小學的班子已經說 你有沒有跟你兒子檢查過 然後我說 我都懷疑他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跟他檢查 然後那個醫療師 跟他檢查之後 他應該有機會 是有毒死障礙 有這方面的問題 所以我之後就開始跟他做很多訓練 又是機緣可樂之下 再跟Juliana聊天 因為你很少無緣無故跟人聊 聊天 就跟他說 你介紹了什麼給他 我們的活力噴霧 我真的第一次聽活力噴霧 我真的第一次聽活力噴霧 我以前沒有講過 在這個節目 對 沒講過 因為這個可以這麼說 是一個很普遍的人 都需要的 都可以用的 是的 但其實又 因為他太普通 太普遍了 其實又很難覺得 有一個很專注的點去介紹 剛巧Joanna跟我聊天 為什麼我們的朋友 她很常常打電話給我 跟他聊天 他就跟我說 我小朋友做功課的時候 很容易陷入睡 很常常睡覺 會不集中 我跟他說 可以試一下我們的活力噴霧 是會把他的專注力 提升 那你覺得有什麼效果 通常他做功課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 跟他一通一的普通 他的專注力 通常是幾個字 然後老師就說 他開始就搞你搞你 噴霧之後 慢慢的老師說 好像是專注了 那是不是只是這件事 我不肯定 但是我覺得有機會 會幫到手 OK 當然大家不需要覺得很神奇 因為我留到下星期 對,博士你解釋一下吧 好 為什麼他訓完這個活力噴霧 我專注力也好 真的很可惜 這個時間太短了 沒辦法讓你說得到 下星期我們會延續 好嗎 提醒大家聽眾 如果大家對我們今晚說的話題 或者你對自己的健康 有什麼問題 想問一下 不知道你的產品是否適合 可以打1834204 1834204 登記了 送皮膚測試給大家 謝謝三位 下星期見 謝謝 拜拜 熱線電話 1834204 健康從細胞開始 帶你認識自己的皮膚 從內到外 改善肌膚狀況 Colid Colid Colid